主持人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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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我是极度不專業 然後 然後這一次啊,我們已經BUN玩到一個...不是,這次BUN就是想要換 那個... 剛好一萬,快兩萬了啦,要看傳動啦 看傳動啦 檢查一下 對對,檢查一下 好,然後這個為了縮團影片的長度,我們有些東西已經拆下來了 好,然後現在我們先拆,這邊就是先拿 傳動蓋的這幾顆螺絲 8號 8號的螺絲 8號的踢桿就可以了 好 8號的 我用8號的踢桿去拆啊 啊,這樣就拆下來了 好 那這邊其實我們都拆下來了 一般都會這樣照順去放,可是 放的長度好像是一樣的 放的螺絲長度是一樣的 非常人性化 好棒的唷 8根 總共有8根螺絲,我們來數一下 12345678 好 8根 然後這時候,傳動蓋如果拔不下來就是這樣 用 敲的 敲這邊 鐵錘,膠錘 什麼都可以 膠錘敲 也有用鐵錘的喔 鐵錘的 老車 真的假的 這麼兇喔 那傳動蓋都是閃 我看過我們把他敲破的 好 那電片因為拆下來的時候破掉了 所以 已經 先拿掉了 先拿掉了 等一下會再補一個 超髒 刮電片的影片 超級髒 怎麼那麼髒啊 好 然後接下來 傳動這個螺絲啊 要拿 特攻 來我們示範一下 特攻怎麼用 卡住 卡住 然後這個是 19的 19的 對 19的 然後做做樣子 就用極輪這樣子 弄上去 就這樣 極輪滿上去 然後就 就可以轉下來了 好 這已經我們轉送過了 靠腰 撿一下 好 這個就是 楓葉板 楓葉板 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楓葉板啊 他這個上面做這個 葉片就是要把楓這樣子 散熱 挖進來 做散熱用 好 再來這個也是一樣啊 調好大小之後 給他塞進去 卡著 卡著 這樣頂著就好 然後一樣用 19的 19的 套桶給他下來 我們已經拆過了 好我們已經拆過了 這個是原廠的碗工 好看一下原廠的碗工啊 鑄鐵的 還是鑄鐵的吧 鑄鐵的嗎 沒毛病啊 好髒的唷 好 換工 皮帶跟這個 開閉盤 開閉盤 還有離合器 鐵片 一起下來 皮帶應該 這就是棒 原廠的第二器 綠皮的 皮帶要怎麼看 還能不能用 皮帶喔 焦一下 這條感覺看起來 是可以呢 他就 其實這樣子看 你看他有 有一點點裂開 有一點點裂開 但是 我覺得 還是可以用 當背料 原廠的 原廠皮帶 板東的 Bandong 便當的 有沒有 B A N D 好 那個做鋼彈模型 那個叫什麼 草東 不是啊 什麼草東 草東是樂團 算了 不管了 好 下來之後這個 這個那個叫什麼 浮力盤 對的浮力盤 這有一個套筒 這有一個 套筒 套筒 這個空 沒有吃滿 沒有吃滿的浮力盤 原廠的 沒吃滿 還留了大概 蠻多的喔 超過0.5 0.5左右 太好笑了吧 好這是 鴉板 鴉板這樣拔起來 上面這個是 滑筷 滑劍 然後都 都有人講 這個 這個 這就是滑 滑筷 好 這個 不要掉了 就這樣 看裡面的 原廠的豬 都 磨到單邊 都變形 看不看得出來 可以 上面是平的 磨單邊的 好 然後裡面也是很髒 好不會生的 有點像這樣 原廠好像是12克吧 像裡面的那個 這個軌道裡面都是 髒東西 看不到 下面一點 有夠髒啊 好 好 看完了 好 然後 裡面也很髒 好我們這個 看一下裡面那個 傳動箱 裡面有一坨屎 這個沒有 我們沒有 通牙機 要怎麼清 我現在就是土手這樣子用抹布 清潔一下傳動箱 覺得有點清新酸的感覺 沒辦法 來不及空鴨雞啊 太好笑了吧 鴨子好像有點秀耶 這一根啊 這個裡面有一點秀耶 這個裡面有一點秀耶 抹點紅油喔 抹點龜屎 抹點龜屎 好 OK 那 拆就拆完了 好 那這樣就大概 是 做了初步的清潔 以及 拆卸 好 那等一下我們 要 這個 開筆盤這個要拆下來 好 那這個我們到客廳裡面去弄囉 好